书接上会 罗燕听的外边说话 抬头一瞧 哎呀喜出望爱 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凶僧依然和尚 这叫狭鹿兴风 你送到我嘴边上的肉了 这可是正好赶紧收拾一下 伸手拿过了自己的大下金被龙鹊倒刀 这就要伸手的功夫 听的那个伙计还跟依然说 哎呦 这位长老您看看 您怎么个住法 有上房的院子 这边这院子被一位客爷包下了 这边这院子三间也很好 您看看您是不是住到这边 你倒也可以 哎 罗燕一合去我们俩还挨着住你 一握刀把掐哑黄 正要出刀突然 就在依然和尚旁边多了一个人 高大魁违 比依然还要汹涌的样子 岁数比依然还要大 有须眉剑牌 一个大和尚 阿弥陀佛 他身手一拍依然 哎呀 罗燕当时一惊心 这个和尚来的速度这么快突然出现 这是什么人 依然当时也是一愣 回头一瞧 压了这么一声 哎呀 我当和尚 却原来是师兄赶紧过来实力 这个和尚就笑了 我已经跟你半天了 在路上我想招呼你说话 人挺多的不大方便 因此我一直跟到此处 你怎么到这儿 依然一听 摇里摇头 瞅了一眼火去 又往左右看了看 依然难尽 师兄 咱们到里边去说话 不 既然你到了这儿了 为什么不去找咱们的老友 查赤虎 王翔下去 这个 依然打了个尘数啊 嗨 也是一言难尽 师兄 您不知道 最近 事情多变 人心难测 所以我打算 先住下 到明天 我再去看看去 哎 我想王翔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你过于的多余了 这么点 咱把这个店那包下 先到王翔那儿看一看 如果那儿要方便的话 还兴许跟他多说一些个事情 我也正要有些话跟你说 在王翔那儿说还不妨碍 依然想了一下 那要那么说 店家 这么点 这个房子给我们留着 可能回来要晚一些 要如果今晚上我们不回来的话 这个伙计愣了一下说 可是您刚才呀 把店钱都交了 该往回找给您的钱 还没找呢 高僧 您就 哦 这不方式 如果我们回来呢 明天早晨再算账 要不回来 剩下的就不必找了 就算作你的小费 哎呀呀 这这这这 二位高僧 这可真是 好了 就我回来 也不必再包房了 这不这个院子 啊 是是是 三间房屋 二位高僧住 那是放心就得了 我把茶给你们准备好了 开水给你们烧好了 只要回来的话 我就侍奉二位高僧 好吧 那我们俩告辞了 罗燕在里边 恰到一看 就外边跟依然说话 这个和尚 二目神光 峻峻 高大 睽萎 这道小事 说话发金水之声 身法之快 动作之灵敏 看那个样子 武术 高于依然之上 绝不再依然以下 广一个依然和尚 已很难办 又多了这么一个自己 孤身依然 罗燕想的一点也不错呀 他想的对 这个功夫 那个和尚就说了 那么好 店家 我们就出去了 两个和尚就出去了 罗燕稍须等了这么一下 赶紧把自己的刀 带在了身上 跟着也就出来了 店家过来 哎呦 您有什么吩咐 您说话就是了 不 我没什么事情 我出去办点事 一会儿回来 也可能回来的挺晚 要晚回来的话 呃 你多等一会儿 门 我一叫 哎呀 您放心 整夜整夜 都有人在这儿看着 只要您招呼一声 马上给您开门 一切 侍奉您好好的 好吧 罗燕点点头 直接就跟出来 到外边一瞧 俩和尚 在前边走 罗燕紧身着 寺外 瞧着 有没有发现自己的 别广顾 自己跟着人家 再有别人 跟着自己 一瞧 确实自己 没有人跟着 来到这么一所院落呀 高大的门楼 走马门楼 上下马石 青石 拆尖 亲戚的大门 门口 有一个人 来来回回的 那就是说 只要有事 准门上这儿有人 看来这一家 势力不小 钱也不少 罗燕想 那么他们两个 说的找的 这个王翔 插翅虎 难道就是这个地方 一点不错 两个和尚来到了门口 一声佛号 门人赶紧过来了 把两个和尚上下 打量一番 二位高僧 你们有事吗 依然双手合十 点了点头 阿弥陀佛 请施主里边 回一声 你家的主人 插翅虎 那位王翔 王大侠 就说外边 有一个叫 一帆和尚 和一个叫 一然和尚 两个人 要求见 庄主爷 哎呦 二位高僧 听说过 二位的名字 稍后一时 陌生就进去 罗燕就找了 一个拐角的地方 在那偷着看着 假装着来回溜达着 这个功夫 就听得里边有人说话 哎呀 二位高僧 怎么才到啊 没想到啊 哎呀 今天才来 罗燕一看街里边 出了一个人 五十左右岁 齿红的面子 两道短 没挺 粗 两个大眼 一看这个人 就是个 连无数 而且还不错 外照 轻跑 到了两个和尚的面前 是恭恭敬敬 深深 一拜 一功到地 哎呀 二位高僧 赶快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应皆有职 依然说我们两个来的鲁莽 让你麻烦了 冒犯 哪儿的话 快 往离情 说这话 是非常热情 一看这个意思 他们就是老朋友 那么 依然和尚离此不远 就在洞庭待了多久 这个所谓的庄主 叫王翔的人 能不知道吗 那么他又知道 跟这个依然又这么近 那么这个叫王翔的 又跟这个洞庭同列 是什么关系 罗燕一合计 我得谨慎 这个功夫天哪 还不算太黑 虽然屋里边要不长灯 那是干脆什么也看不见了 外边影超超还瞧见了人 因此罗燕无法行动 只好把这个院子 前前后后走了这么一遍 哎呀 好大的一所愿落了 直到后边 天全都黑下来了 后边有的时候 还真是有一个人 两个人在这儿过 那就说 人家这个院子里边 有熏惊料哨的 罗燕等着 一点声息无有了 听得院里也没人了 一看寺外又没人 这才望上一提起 搜 伸子起来 四个手指先搭住了墙头 慢慢的望上提身 先把右手抬起来 左手搭住了墙 右手在上边 刷啦晃了一下 如果 里边要有人发现了 无论你是暗器飞刀飞剑 或者是喊一声 这罗燕就知道 一听里边 没有动静 再仔细一听 确实没人 这才刷一翻身 就伏在了墙头上 窝的那个地方 别到墙上坐着 站着 那不是高吗 让人家远处一看 就瞧见了 因此 躺在了墙上 往下边一瞧 跟前 根本没人 哦 这是后边 前边是两进房子 啊 左右 还有配方 好大的一所院落 这家 真是挺阔潮 罗燕这才飞身下来 看前边的正庭 灯光燃燃 明亮伟长 这罗燕这才飞身帅 上房 解房上 一点一点 不敢站着走 慢慢的爬行着 那真是飞烟走壁 等到了中厅 这个地方 一听里边 背盘罗列 推背幻展 正在喝酒说话 突然听见一个声音 就说 二位高僧 怎么这么久 才想着到我这儿来 想杀我也 阿弥陀佛 听的是那个伊凡说话 本来贫僧早想拜访 奈奈穷士多忙 未能抽身这些年来 各地游走 也不平凡 哦 原来如此 那么高僧你老娘 可见得是问依然 为了闹准确 这位罗燕四外 瞧着瞧 确实没有人了 飞身 啪 一鼓 就把自己搁到房 盐子 这个地方 俩手指 前边 把房船子扣住 脚也搭住 慢慢望里 哎 正好 这个窗风子 挺大 好像是没有关 看着里边清清楚楚 而且里边灯光通亮 一瞧他们分兵主落作 这个贵宾那坐呀 正是两个和尚 一看那个所谓的主人 一定是王翔了 茶池虎 正在那真酒客气 二位高僧 那么 你老不是在动亭吗 依然打了个嗨声 一言难尽 师兄 你这次来找我 一帆说 实不行啊 这些年来 绕了各处 我又回到山上 跟师父见了一面 想了一想 还是投奔你来为对 你过去曾在张虎那个地方 坡呀 我到那儿去了 说 已经四都没了 你走了 我想 你大概是奔这个方向来 因此 我这才往洞庭来找你 师弟你究竟怎么样 如果洞庭很好的话 听说同列还是不错 而且 有什么曹伟寨 又是鸭子岗 还有阳林寨 荣家湾 大曹家寨 中军水寨 共计六十几寨 这个地方挺是不错 嘿嘿 依然摇了摇头说 一言难尽 本来我 头到洞庭 来 是因为我已经 走投无路 我一个弟子 叫张虎 结了宝珠 跟着那个姓 郭的国家的荒亲 吃了挂牢 结果是水寨也垮了 被人也捉了 判了死刑 一道毕灵 我本来半路上想救 于谦看来用兵 很有一套 杀了我一个落花流水啊 几百僧众 被他们完全打垮 我也不能再 因此没办法 各处游走了一些地方 后来 我才偷到洞庭 哦 伊凡和王翔都听着 王翔有些事情啊 知道依然的事情 这个伊凡不知道 伊凡要详细的问 依然就说 既然咱们都不是外人 那我就有话也直说 我头刀洞庭本想着 一 在这能过个安生日子 假设有那么一天 出人头地 能够抱我的官愁 私恨 二 包括大明王朝都算上 就推不翻他的大明王朝 把他推的忽悠一下 也是很好 可是 不瞒二位 同列这个人呢 既贤度能 眼光短浅 特别是最近 洞庭新来了几个人 一个叫范广的 一个叫李毅的 一个叫李蒙的 三个人都不过三十岁 年轻 无数高枪 半世灵灵 脑筋非常火 特别厉害 尤其是那个叫李毅的 一口箭 有万夫不当之影 哦 华弥陀佛 这个李毅跟李蒙过去 我倒不曾听说 依然说是啊 我也没有听说过 因此我倒多心 没有听说过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就直接到那儿去了 能不令人可疑吗 而且洞庭现在正在动作 四处招兵买马 插旗招人 公开招人 这是因为北藩的瓦刺野心了 尤其是有个叫安梦哥的人 这个人是个大探 而且是指挥着同列 让他赶快准备动作 预备就要收拾大明王朝 可是这三个年轻的一来 我就有点犯心思 这是一 第二 同列王爷 喜心眼究 一看新来的这几个人 有年轻武术高 特别是他跟那个姓李的 叫李毅的人 还过去有过交往 就在同列从打京城望洞听来的时候 带着一些个珠宝和自己的家眷 在万显之中被人截了眼看要没命 被李毅先救 说多少官兵都被杀败 当时我想了想 这是同列的救命恩人倒没有什么 可是他封了什么个二王 我一看这里边不好 我再看同列这个人呢 眼光短浅 将来没有什么大话 而且他们说话的功夫 我讲这有些地方 刺伤我 特别是 那里一提到 第一 水战建当先 二 要连 南边的人司法 北边的瓦瓷王 东边的刘千金 要把这些人搁在一起 他说了一句话 说三足鼎立 可是当时那同列就说了 是啊 三足鼎立 咱们这儿既无诸葛 又无鲁肃 还缺周瑜 咱们的首相 他那个意思 除掉了新来的黎蒙里 一泛广三哥 我们这些早来的人 就完全是废物 我一想 有些憨心 也罢 莫不如 趁早离开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 我认识一些人 特别是浙江的 我去找他们 跟他们商量商量 联合一起 不说三足鼎立吗 把兵马 去到一起 这不是个力量 当时同列就答应 同列那个意思 对我 我也看出来 如果我要回来 他也收留 不回来 人家也不往心里去 看得出来 有我五八 没有我四十 我也说实在 到了他动听之后 寸功未利 一 我提醒了什么 同列 并不同意 二 又没有什么 大战之事 只是在这 招兵买马 因此 我一想 也到罢了 借此之机 三十六兆 走为上策吧 我就离开了 洞庭 我抢了一下 头往哪里 说实的 我现在 还行无定所 既然咱们 都不是外人 我也眼见一下 师兄 这个王翔 外号叫 插之虎 武术高枪 这街 往他身后一指 站着 一些个 标行大汉 说都是他的弟子 都武术很不错 他是同列大王 手下的眼线 占据此地 南县一带 一当 洞庭 有什么消息 他给送信去 王翔听这话 打了个嗨声 哎 依然高僧 您要不说 倒也罢了 您这一说 嘿嘿 我也想起来 洞庭对我 没有任何好处 我尽给他们办事了 可以说 尽是听命服从了 如果说 要有什么好处 那都是我自己 争了来的 也罢了 一帆听这话 卧弥陀佛 那么咱们望后该怎么样 东庭既然不是咱们长战之地 依然说 我现在想着走一步 算一步 王翔说 这么地 二位高僧 散时在我这儿先留下 住上个多少日子 根本没关系 哈哈哈哈 说句笑话 二位 就你们在这儿 我天天设厌 招待你们个十年二十年 哈哈哈哈 吃不穷我 咱们在这儿 是料也无法 过一段时间 完了再说 依然周梅想了一下 一帆和尚旁边 周梅说 师弟 现在我们又无去处 才无好的办法 我看 暂在此地 也不是个错误 咱们就暂时先留下 过个十天半月 完了 令下高速 咱们也不必上什么云南啊 什么浙江啊 先不用给他去 依然倒没说声 罗燕在外边 按着自己的刀 在房船子上 抠着 想 现在自己 要飞升进去 无论是依然 还是依凡 再有那个插翅虎王翔 敌众我寡 人多 有这么一句话 叫三思不信 孤树不灵 前郎难迪众拳 如果我不去 这该何如 就瞪眼瞅着他们跑了吗 欲知如何 请听下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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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